他跟我們雖然年紀很多 但是還是同時代 有機會 但在這邊可能有一些年紀比較輕的 他年級的時候我蠻有出身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還是都有交集 那剛剛我看了片子以後 我發覺裡面很多我認識的人 其實他整個串場最重要的敬慧法師 你看他年紀這麼大 他整個很清晰 他詮釋那個口齒又清晰 那當然傳印跟義成兩位法師講到 我們就聽不太懂 那個詳音太重 那個經費的老和尚那是北方人 所以整個國語整個表達還蠻清楚的 那剛剛一個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我們敦珠寶 就那個一大票人在一起的 其中就有一個是敦珠寶 所以那就是在這一代裡面 整個佛教的興衰 那關鍵的幾個人物 其實他們都有很大的怨心 譬如說像那個班禪 那如果不是班禪留在中國大陸 那也可能整個佛教 尤其藏傳佛教我們整個就不見了 以中共對宗教的那種痕跡 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不是去牢上一個人願意承擔 扛下來 其實很可能真的就會毀掉 那如果是這樣 那現在的中國大陸 可能也不是現在的樣子 所以我們的一點點怨心 一點點堅持 可能影響著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 或者更長遠的來看 影響著整個佛法在這個世間的 註詞跟流傳 所以我想我們如果能夠 把自己的遺憾把它拿掉 至少我們只要好好學佛 等於其實也是在幫佛法的注視 盡一份責任 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沒有這份承擔 而只是關心自己的得失利害 那事實上我們不僅僅可能是佛法的破壞者 那更加上我們自己會得到佛法的任何好處 因為那個真正的靜靜的心 就我們的本來的欲目 其實容不得任何的破壞 那只要我們願意承擔 當然徐英老而上 太極道師 陰光大師 弘一大師 他們的境界 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功德 我們都比不上 但是有這些大師放著光芒 我們只要沾到一點點光 然後啟發我們的自信的光芸 此時它就有很大的意義 你這一次起不了多大作用 但是 只要你的願心在 你的定義在 你的慧運在 周有一天你也會大貌光芸 也會承擔 人家不能承擔的一種功德 那當然不要講得太偉大 講得務實一點 我們怎麼樣子在把佛法真的拿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尤其在這一世裡面 怎麼拿佛法來灌穿你這一世 如果能這樣 那下一世一定比這一世更適 更適合上理 所以我想看這些偉大的修行者 成就者的一生 我相信 還是對大家有很大的懲罰 很大的加持力 尤其我們都看到 他寧可自己這樣被摧殘 那也捨不得讓別人去承擔 但這一份大慈悲力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的大智慧 那我想 剛剛有幾個鏡頭像那個基竹山 基竹山我們上次去 雲南的時候也有去 所以那個石頭雕的 西牢上的那個塔 我們還是有印象 那李漢魂就是廣東軍的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我上師的上師 就是劉上師的上師 就他那時候是他的參謀 他秘書 那我們劉上師其實也有親近過 徐英老侯上他的法文叫做佛根 佛頭的佛根 就是草根的根 所以好像也都有一一點點關係 然後那時候在那邊看到 看到一張很大的是 道安老法師跟徐英老侯上的合照 我一看到就好像跟我有關係 因為就以出家歸一來講 其實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 道安老法師 那接著才是參功 因為呢 就在思想的啟發上 還有學國的態度上 其實那個 道安老法師給我的影響很大 我家裡面還有一張湯 送給我的大張 自己親筆寫的 什麼無圖 俊雄無圖 然後詩什麼 那個其實對我 就讓我想起我要畢業的時候 那什麼都不管 那時候當火車是人擠人的啊 那我為了要保護那個法照 就用身體保護著那個法照 結果回家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保護 就是那個玻璃被子破了 被子破了 所以 這種很貼身貼近的一種個人的經驗 其實 在學國的歷程裡面 它都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回憶 所以其實當我們碰到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態度 你最低想到的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 就在檢驗我們每一個人對師長 或對佛法 你的基本態度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都很容易變淨轉 變怪淨轉 更容易的是被自己習慶妄想轉 只要被這兩個東西轉 就代表你心裡面的佛法 不夠穩定 不夠穩定 不夠莊重 不夠牢靠 這時候 要緊張的是 欸 我怎麼是那個樣子 如果隨時可以保持這樣子的警覺 我相信 佛德是會的 佛德這個法 永遠可以引導你的生命 那當你放棄了 當你顛倒了 那即使你跟佛 跟法結構很多元很深的關係 但是境界 轉了 你的身心 也就各自被轉 所以 看過 新牢上的片子 我相信我們的自信 應該會更 壯重 對佛 對法 會 感覺更稀有難得 尤其有這麼樣子的老欧上的視線 就證明佛法 真的是究竟 能夠饒於這個時間 能夠改變這個時間 不管都算天在什麼地方 只要有正法在 你的講堂就是都算滅業 像我們現在這邊就是都算滅業 因為 就是要把這些政治政見 能夠讓大家能夠熏習 能夠受用 今天真的很感謝 很好 那更感謝我們 虛擁老和尚 也感謝敬慧老法師 敬慧老法師 我看過很多著作 很多著作 中國近代來講 他也是結形相應的一個 一個老和尚 他還有佛員 佛員就一直當那個 老和尚的侍者那個 佛員禪師 現在就為年居三的助詩 當然現在他也已經退位了 所以我講 這個時間一直往前推 但事實上 永遠不會跟著往前推的 就是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真主 這個永遠不會被時間 或者所有生命的境界帶走 但問題是你能不能掌握到這個 如果能掌握到這個 你生死不是問題 你的生生死死 其實只是願力完成的過程 這個觀念 一定要深深放進去 我們生生死死都要 我們都心願行嗎 你相信的什麼 你發了什麼願 你做了些什麼 如果不是生生死死 來實踐 來用功 來精進 那個願力怎麼會完成 所以現在所有的考驗 你千萬不要被帶走 你想說這個就要來檢驗 我們的身心是不是穩定 所以不管只有境界線前 當你起一個負面的想法 你回去都要好好的參與 都要不斷的禮佛 透過這樣子來懺悔自己 那個喜悸業力跟無名無知的那個接控 這樣才能夠慢慢的讓自己走上覺醒 更重要的 慢慢才能夠真正讓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負面煥花出 他們應該有的那個莊嚴殊聖威力 這個就是大雄大力 不要小愛 不要那個幸福阿鐵 不要什麼東西都只有想到自己 什麼好像都不愛 好像人家都對不起自己 今天希望不要這種想法 那種想法實在是很模糊 而且很幼稚 人家都會那個甘乃迪都會講說 你要問你對國家做出了什麼 你給國家什麼 不要一直去問國家給你什麼 也就長期問我給這個社會什麼 不要問說社會給了我什麼 這個就是真正的一個無我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才能夠形成那個大我 就是真正的福興的偉大 才能夠幻化出來 所以我想看到這樣子的片子 應該大家對大家來講 都有很大的意義 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